大家好 我是小思 今天跟大伙聊聊这个保健品推销套路 保健新推销防骗的一些事情 这个前两天呢 有一个叫郑大爷日记的这个文章 在网上挺火的 就说有证明姓郑的大爷 他朋友呢 被这个保健品的推销骗了 好像是一万多块钱还是几万块钱 这个郑大爷呢 就不信这个事啊 就长期卧底这些保健品推销的 这些会议等等的 写了5万多字的 保健品推销套路的防骗日记 我真的建议这个 如果中网间朋友看到咱们这些视频的话 一定有时间找机会去看一看那个防骗日记 真的是非常有用 里面都是干货 你比如说一些常见的防骗套路 最常见的就是送小礼品嘛 对吧 送点什么这个家庭日常用品 送点画之类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不要抱有两点侥幸心理 这是我看完之后我感受最深的 第一个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 尤其是像我这些父辈叔叔阿姨们 可能岁数更大一些的 觉得自己文化学历还不低 之前说明还是领导干部 觉得自己觉悟高 然后一定不会去防骗 还就真去了啊 其实从这种种种数据和结果来看啊 上当受骗这个事跟文化学历高低 没有太大关系 一会咱们再解释原因啊 这是第一点不要抱这个侥幸心理 第二个更不要抱的侥幸心理是什么呢 我猜啊 很多朋友都听自己的爸妈说过这样的话 或者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这样的话 说没事 我就是去白拿点东西啊 大家放心 我一定不会买的 我一定能够怎么怎么样回来的 然后满载而归啊 包里肯定都得塞满了嘛 然后还高高兴兴的回来 就是那话就是 怎么怎么忽悠怎么怎么低了 还得说声谢谢啊 真的是很多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以上两点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 因为这些骗子们基本都是抓到了 中老年人三个通用的心理啊 就是几乎所有的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心态 第一个是什么呢 叫恐惧心理啊 就是基本上咱们到了五六十岁 七八十岁 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疾病啊 这个你别说 这个像我们这三四十岁拼命干的 对吧 身上这个你去体检 也不可能每一个钩都是好的 也是有些问题的 那么大伙到了那个岁数呢 又担心几乎